因为小罗是第一次跳伞 所以我们要考虑到很多因素 比如说我们为他准备的装具还有伞包 他穿上之后合不合适舒服舒服 包括上飞机之后高空的环境 他能不能适应 会不会晕机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到的因素 所以我们采取这种训练和体验的方式 能更快地帮助小罗适应散架任务 我记得第一次带着小罗上飞机的时候 他是比较害怕的 因为直升机下面的风特别大 然后那个气流吹出来之后也比较热 他是不敢靠近也不敢上 后面我就针对这一情况 每当飞机起飞和降落的时候 我就陪着小罗一起在旁边适应这个风和温度 我们采取双人伞带跳的方式 就是可以让跳伞员和训统员都各司其职 跳伞员可以专心地操控伞距 确保安全和精准着陆 然后训统员呢 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关注小罗的情绪变化 确保有情况能够第一时间进行安抚控制 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好的帮助小罗完成手跳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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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